欢迎收看快速玩游戏 这是一档面向所有人的游戏流程攻略9 本期游戏为陷落封印 那么这一期的话也是陷落封印主线故事的最后一章 也是我们这个游戏的最后一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经过一番对峙 我们也发现这个仲裁者议会 其实也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正义 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私心和欲望 但是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回到这个基瑞长大的地方 那么就是我们之前的第二座审殿之前的那个地方 叫做特斯佩罗斯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会开启一场小的战斗 也算是完成内心的迷茫吧 我会开启一场小的战斗 我会开启一场小的战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差不多是正式打响了 那么这一场战斗的话 也是我们三位主角灭除心中的这种迷惑 确确说是灭除激烈心中的迷惑的一场战斗 那么对应的敌方的三名角色的话 是我们三个主角的一个翻版 他们无论是装备的能力还是数值 以及装备的装备 都是跟我们的角色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要根据我们对于这三名主角的一个培养 所以在进入战斗之前 注意进入战斗之后 我们是没办法更改的 要在进入战斗之前进行一下更改 有注意 特别是像我们这个队伍 如果说是全体都是以物攻为主的 那千万不要在任何一个角色身上安装一个闪避攻击 否则的话 对方的技能会轻松的把我们搞定 而我们的技能则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把对方给解决掉 因为我们回篮的速度其实是没有对方快的 这里的话我们把机身上原有的闪避攻击 也就是闪避击攻击那个下降 所以还就是注意一局 一开始的时候不要贸然的往上冲 这一场战斗的话 基本是处于一个互相秒的状态 我们的单位只要被砍死 基本上是只要被攻击到 基本上是会被砍死 而且没有时间给你复活的 因为复活以后是残血 敌人只要一移动的话 依旧是可以解决掉的 那么这边我们把这个角色培养的 武功也培养的相当的高 三个角色的武功基本上都是在700多 这种情况下而且都是双持 那么打任何一个单位都是秒的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要互换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注意 就是让我们这个队伍呢 尽可能不要做到最先减强的这个状态 尽量让敌人开始 以我们先减强减弱 而且这一关要注意上边的一个行动条 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在行动条 我们能够压制住敌人去打 就是我们不能说是敌人打完了以后 还能行动 我们优先更新行动条最快的 这样可以就是把敌人压制住 否则的话很有可能会被敌人两个人一起 然后快速的 其实我们减弱了一短的时候 就是他打二打一 那我们就输定了 这里的话是来那儿由于自己身上的一个劲 也是扛住了一下 那这块的话赶紧给你加一口 其实加一口也可以 问题不是很大 反正等一下的话 那个就上边的甲基瑞下来了 估计也是把他引入一刀秒 那对方的话现在是有足够的法力值 是释放正义之刃这个法术 那这个法术效果是相当的好 对方有30点法力 直接一发正义之刃577 好莱纳最先简缘接下来我们集中攻击这一个基瑞 假的这个基瑞 我们这边在这上到台阶上是不行的 因为台阶上的由于高度差的问题 那这两把武器是不可能打的 那直接在这给一下 然后对方的阿纳丁刚才也是使用了远程的那个兵石 捧机打了一下我们的阿纳丁 不过没有关系 接下来下边是由基瑞的行动 他的话过去攻击阿纳丁 然后两下阿纳丁是直接战死 那么这样就等于是敌人先了 还好 注意上边的行动条 我们这个的行动条是在这个阿纳丁的前面 也就是说在这个回合 我们先过来 把这边的这个残血的基瑞搞定 接下来就是阿纳丁是没有时间行动的 之后的话我们从背后 那这块也算是堵了一把 因为双方也确实是护秒的 直接是一把把他干对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惊险的 护过了一关 其实是有惊有险的 战斗之后我们获得一个黑暗核心 野石以及护中剑 护中剑的话 其实这把剑的能力比较一般 那先看一下这个结束的剧情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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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这样 内心再无迷茫的基瑞将带领自己的队伍 去正式跟寿府决一死战 但是在这之前的话 我们先看看刚才获得那把火中剑 这是一把还不错的武器 可以让自己拥有着150点的神圣抗性 以及永久的一个再生 也就是每回合回复HP的能力 但是实际上它比我们上面装的 两把最强的攻击性的剑的话还是要差一些 那不过由于我们有两个人已经进入了伤势 等一下的话我们也剪切一下 把这个就是恢复伤势的战斗 我们直接剪掉了 那接下来的话继续 直接开始那个娜尔瓦泽全员 接下来就是最终战之前的一个 杂兵 那在这个全员这里的话 由于这场战斗 只要注意有一点 就是我们全体尽量装备上 能够防止潮暴和睡眠 这两个异常属性的装备 那如果在前边的这个工业中 我们获得了六个白金线的话 那也是可以装制作 配合六个天使之类的 也是可以制作成六个 那个紫水晶耳朵 这个的话是一个全抗的视频 装备上的话就很安全了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由于只是打掉了四个 所以说是有两个人是没有装备的 则是可能会被这两个大痛苦师 就这样的剧情恶模样的家伙 他们的这个瘟疫风暴 可以搞的暴暴 那么不管 就是其他的话 战斗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 也就是剑招拆招 直接是尽量集中火力 攻击掉敌人中的某一个 那建议是特别像现在这种情况 有一个大痛苦师 已经是走到我们身边 那么尽量的快把他 快点把他干掉 否则他让我方的人员 进入到广暴状态的话 会很麻烦 特别 当然这个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现在高夸阿娜丁 以及莱娜这三个主线的物理输出的话 他们都是免疫狂暴的 所以不用担心说 他们中的活命 然后阿娜丁还不是 阿娜丁还对狂暴是没有一个抗击 那么这两个大痛苦师的话 就是他们的克制属性 都是雷电属性和神圣属性 远处的这一个 当然远处的这个巨型的 这个炮击兽的话 紫色的 他也是使用雷电属性抗击 往这直接打一下 然后由于他的一个再生 也是符合了 不过没关系 他血量不是很多 直接下去 从背后再解决他 打再打死的一次 获得了一颗钻石线 这个的话 其实用处不是很大 我们最重要的 还是尽量能获得白金线 还是获得白金线 游戏中最有用的两种素材 一个是白金线 一个是坚定 这两个都是分别是制作最强视频和可以强烈的气游 当然也是非常稀少 不过在工会的这个第五个区域的工会任务里面有一个叫做钓包婴儿的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的话当我们能解锁以后还是尽量多完成一下 因为每次完成的话都有一定概率获得两根这个白金线 配合我们在剧情流程中可以做到的 基本上只要是完成一次 那就可以制作上六个这个自射精尔滑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封的这个异常创造 相对来讲的话 这一关敌人的攻防都不是很高 主要是这两个大吐武士 他们会使用这种无论异风暴 导致我们陷入到这个异常状态的异常状态中吧 这个对我来说威胁心更大一些 那至于其他的这个敌人的话 无论是攻击还是攻击还是防御还是血量的话 其实挺一般的 而且他们并不会像下一关那样子 因为那么有策略性 或者说是有有这个游戏机制的一个加持 所以这场战斗整体我们也是两倍速来一个加速的 大概看一下这里会出现什么样的敌人和撞海事 不过说回来 看到周边的这个场景 也会发现这里的场景越来越不可民众和不可领域 当然这个也是接近受府这个所在地的原因 他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的地貌 好的这样就结束了这一场战斗 接下来的话就真的是最终战 那这里要注意 最终战是两场战斗连在一块 中间不可以存档 只是能够对队伍进行一次调整 所以也是要注意 如果说在第二场战斗中失败的话 那么就要从这一场重新开始 是一场战斗中失败的 这场战斗中失败的 看来那的意思似乎是 如果我们不能成功的获得 这个兽斧的这个能量碎片的话 他就要牺牲自己去封印这个兽斧 但是实际上不需要 这一关的话我们要想办 获得这个碎片其实很简单 当然不是说直接攻 当然说这个方法肯定不是直接攻击兽斧 直接攻击兽斧会导致游戏进入坏结局 那么游戏进入真结局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我们之前已经完成的 就是获得四块圆环石阵的碎片 那就是第一个那个地方解锁那个区域 那当然解锁这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有一个额外的队员加入 就是凯鲁嘛 当然我们一直没有用凯鲁 一定是比较加入到也比较后来了 我们队伍也基本上已经成型了 所以就没想到 第二个就是在这一场战斗中 击败特定的一个敌人 这里是一个特不定的敌人 就是这个boss 首先看到他在场面上除了这一支小兵以外 还有两个像触手一样的东西 随着他的移动这两个触手的位置会发生变化 那这两个触手上边的右边的 应该是叫左触手 把这个触手击破之后 就一定会 就是这个 现在这个右农包 就是叫右农包的触手 他干掉以后就一定会掉落能量碎片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派人出优先击破这一个碎片 然后再去对付受服 这关也是要注意 敌人的话 大同武士 他们依旧是会使用这个 使用这个瘟疫风暴 这也确实应该是 然后就是这两个触手 他们在这个战斗的进行中 随着敌人就小杂鱼的一个数量的减少 也是会周期性的存入 他们的那个位置往后处敌人 就等于这关看到 虽然没有说也能出援军的地方 但实际上这两个触手是可以产生援军的 也就是说 敌人的数量总会维持到一定的频度 我们还优先把这个收割给分了 然后再上去 这触手本身平常都会使用这个兔弹一样的跟机 他的作用基本上就是消耗我们的法力 给他回法力 所以这威胁的话有 但并不传大 特别是我们这支队伍并不完全依靠法力来做出出 主要的出手但还是三个物以出出的角色 以及这个花扎罗远长的出出 至于我们的奶妈更多的是进行一个治疗 所以治疗的话 如果是全体的血量还好的话 治疗没有那么费来的 而且这个触手的攻击射程其实是有限的 这个不是全场 所以这个奶妈的话稍微站后一点 那么在进入战斗之前的话 也可以进行一下调整 对于我们的奶妈这个装备 现有的这个神之柱 也就是法杖系的最强 这个目杖系的最强的目杖 然后还有就是书本的这个盾牌 当然前进入能装备盾牌的情况 这个盾牌加上这个法杖可以额外再延 以着法术射程 而受斧的攻击的话 就会像刚才那样 一面让出一个触手 进行一下普通攻击 另外就是受斧的 还有一个反击技能是近战 近战对他造成攻击的时候 他会进行一下反击 另外就是他有一个被动 时常会使用的 就是当我们给一个兽斧身上 挂上这个debuff的时候 他会每个回合 每个回合他的回合结束之后 他会把那些debuff给清除着 所以我们法杖纳金也是中了一下 这个狂暴 差点有人搞到我们战斗警员 还是说回兽斧的这个清除debuff 就是当他清除debuff以后 身上就会有一个动画 就身上喷出一些紫色的 这个气体或者液的那样的东西 就像把这些东西排进去 这个实际上排出的就是他的debuff 所以当我他排出debuff的时候 如果身边的四角度 有我方的文物的文远的话 是会受到影响的 反正把这些buff转移到了我们角色身上 当然这个技能是可以躲避的 所以就是说一定会中 另外就是如果他没有带着debuff 那么他释放的这个技能是没有用的 那么这里也是成功的干掉了目标的角色 目标的这个敌人 那么获得了一个能量速片 后边的战斗我们就直接加锁 这个上半场的话就基本上没什么难度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把这两个大吞吐尸干掉 至于那两个炮台的话我们可以拱管 因为毕竟他们的攻击是要做延迟的 我们也可以躲开 那这里的话 应该也是有失误 就是没有躲 躲错位置了 这块还是会被轰到 不过没关系 他这个炮击也就是一百多两百伤害 满血的情况下是不会出了命的 问题不是很大 主要就是一个限制我们走位 这里直接是打这个家伙 然后尽快把他干掉 这两个恶魔的话还是很灾人的 刚才又一位沉默 他也随时直接过来给他打了我们一下 一个禁忍躲开了 那么往后撤 可以使用一个神圣 然后继续也是一样的往后撤 血不多 先把这个血少的弩弩给干掉 继续射弹幕 这边的话用一个远程的原始码 你把这个干掉 至于另外一个触手的话 打击杀之后是会掉落一些珍惜素材 但是由于已经进入斩当 现在有这个阶段了 我们该准备的装备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另外的就不击杀了 触手本身是 本身如果这个受服本身没动的话 那个触手的也就是固定的 不用去管他 而且他没有那么大威胁性 所以我们直接直接是用雷电定点 把这个弩魔轻脚 剩下的全体开始围攻受服 注意他对近战是有的 对近战会反击 另外就可以看到他刚才的技能 是召唤出了不灭灵魂 好吧 毕竟所谓的异讳 不休者异讳的能量也是源自于 趴着了 也是从他这里偷取 直接继续 赶紧抓紧时间把它干掉 因为后边的这场弹道还是比较长的 本期的时间也会比较长 好被轰到一下没关系 没有没有将生致命章 第二下的话只是轰跪下 还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也就是我们的奶妈就要被击倒了 被击倒的话下一场的话是会有影响的 然后这里的话给自己先来一口去的自己玩雪 受服的话还剩半袖的水 这边的话急进一下冰就把他干掉了 他的干掉 撤退一下 然后进行一下攻击 丢失了 还好没有命中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思路 就是对于受服使用这些 给他上底霸的方法 另一个是个方法 因为他们也和他都会轻 他自己使用的有害状态给轻一遍 所以冲除毒 流血 其实意义很大 还是靠实打实的给他造成伤害 会比较好一些 会比较吧 和你三五只会 跟他们 видим 好 那是 我和你亨真如何 我不 我 我不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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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名已经死去的不朽者的成员 注意 他们跟我们是敌对的 虽然嘴上说这药物是他们已经知道自己错了清醒了 但是他们在这场战斗中还是会攻击我们 并且攻击的杀害也是不低 而且各种能力也是很多 那对应的就是注意我们最靠近的这个 就是那个还没有说什么话 就直接被这个呃 干掉的那个不朽者 他的话会加血 其他的几个人的话 更多的是使用法力的 那我们这里要注意不要去打受腐 虽然可以看从上面的工作条看到 受腐自己是现在血量是不满的 但是注意这四个人每回合 每存在一名这一个不朽者的情况 都会为受腐回复200点的一个HP 那么也就是说每回合会 如果我们一个都不干掉的话 每回合受腐的回合进入之后 就会回200 而且这四个家伙也会打我们 这样就很亏 很容易谈命 那这场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战位也是比较分散的 也是尽快其中 我们这边的话 选择干修先干掉哪一个呢 这个都没关系 不过毕竟肌瑞的位置是固定的 我们就先把这个头目四给干掉 那么注意这四个家伙 就是这四个家伙 死掉之后都会释放一次这个束缚灵魂 这个的话是对我们全场造成一次 全体的伤害的 这个伤害其实不低 所以注意不要连续的击杀 否则有可能会被他们死后 所造成的这个全场自爆 搞死人 所以没打掉 就像现在这样 没打掉一个 记得要回复一下血量 把自己的单位这个HP记得回复一下 我们这里选择的是优先攻击普丁姆斯 然后是下边的这个赛康达 然后再然后是上面那个赛普丁莫斯 最后是这个赛克斯图斯 赛克斯图斯是这里的 看他装束就有点像这些神秘学者 这个也是表示他会一个治疗 那我们就先不去管他 先把下边这个指线加好 而且要必定离我们近一些 我次在赛克斯康 把全人这个名字记不住 这个离我们也远了就不管他 这个家伙赛克斯还是会使用 这些家伙虽然说他们现在长得都差不多 都是这种鬼魄一样的东西 但是他们依旧会使用生前的技能 当然出了这个传送 因为毕竟传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把我们传送到任何地方的话 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掉到手窗里去淹死 那么这个区域是没有这个所谓的 这种悬崖的 只有走过去的地方 另外就是地图边缘的话也是一样 我们不会被打出地图 那这里是要注意的 这个赛克斯图斯又开始给自己加血了 他的话更多的时候 由于每个回合 这个兽府会从他们身上吸取生命力 所以也就他的话 每个回合更多的是在引用性的中央加血 而不是进攻 所以他可以放到最后再说 而且由于这一些不修者灵魂 他们的位置站的比较分散 我不用担心说这个家伙给强扬回血 重点还是要注意这剩下的这种 攻击性还是很强的 而且好像还有兽府在这里强卫 我们的奶的话 更多的就是专注于治疗就好 没打死一个 接着把血提起来 然后再回合 我们真的专注被炸好几次受不了 这里也是尽量多节省一下自己的能量 那个药剂也不用留了 打完电关以后也不会结束 好 直接干掉 又是一波炸 阿纳丁差一点点挂掉 还有一点点血 直接回来 然后自己的自己用完美的药剂回满血 最后还有最后一个 还有一个会加血的 这先直接给 直接还是回一口 优先还是把血线提起来 因为boss本身的话也会使蛮有意的 就像现在这个 这个捧灭灵魂其实范围挺大的 是一个方形的 九格的一个方形的范围 这里注意给血 注意尽量抬起平均的血线 把平均的血线抬起来 至少血线要控制在200以上 否则很有可能会被两下连击直接带走 这一关如果一旦出现 一旦出现有人阵亡的话 其实会打断节奏 这家伙也是新鲜给自己混一口血 接近了 接近了 另外就是说 这一个兽府 它的话 是全抗性的 除了神圣以外 应该是有全抗性的 然后这一些不灭灵魂呢 不灭灵魂是有全抗性的 除了黑暗和神圣 然后这个兽府呢 是有100点的一个暗抗 所以不要对兽府使用暗暗属性的魔法 在上一趟也是一样的 至于打这一些 这个不休者的灵魂的话 其实是物理攻击效果是最好的 我们不要近战 这里直接一个镜像 现在打兽府没有用 打兽府的话 这一个家伙是水克水 可以磕塔的 物理关系 我们直接物理 物理法律 所以最后攻击 另外就是兽府的话 你尽量不要近战 我们能近这 毕竟 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有三个近战输出为止的指令 这里把血线抬一下 把全体的血量抬满 这个被遗体的全体是吧 而且 不过注意这个技能 并不是说 会死人 这个技能强制扣到只剩一格血 无论我们有多少血 都一定会被强制扣到一格血 然后他再对我们打一次 我们就死了 大概就是这个银子 赶紧把离他比较近的角色 这个血线抬起来 至少抬到200以上 差一点点 170多 那就赶紧走远一点 一条给自己来一口 有个质疗射线 给自己来一个神圣舞 唱满雪起来 阿纳丁的话这里没办法了 只能靠自己给自己加一个药了 奶妈的话过来 阿纳丁的血量已经不足了 这个法律的话再给自己加一口 那么基本上可以确定阿纳丁会死 一波神圣风暴 阿纳丁被带走 外面关系还有两个比输出 莱纳和既然血量还有一多 而且对方的话血量已经不多了 只有一半了 所以一半也有1300多 从远处使用刺杀 不要近战 近战会被反击 现在血量本身很少 近战的话很容易导致我们治疗跟不上来 这块的话就不管了 直接出出吧 对方还有 对方的回合毕竟还排在比较后边 我们还有三个单位 有这个行动能力 直接聚焦怒火 如果蓝够的话 可以使用对冰冲起 这块过来 立发这个争论 带走 那么就这样 这个故事的最终战役的结束 获得了一个白金线 虽然没有什么用 这些物品的话是可以继承到二周目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游戏的一个结局了 也是这个游戏最后的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结局之后呢 就是我们可以存一个档通关存档 然后开启新游戏家 也就是所谓的二周目模式 那二周目模式 我们可以选择继承金钱技能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队员 当然第一场战斗我们还是用不了的 然后包括剧情人物 比如说像是我们的卡加啦 凯鲁啦 还有我们的这个医生 都必须要剧情进行到那个时候才能加入 那么这里的这一个演织员表 其实是假的 还有一段 那么等这个演织员表以后 也就是真正的结局了 可以看到这个游戏 最终每个人的一个情况吧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至于后边的结局 请各位自行欣赏了 那么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想看到我们的游戏流程功力 欢迎关注 您的关注是我制作视频最大的动力 那么我们下个游戏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论itness员 probabl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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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